可以講到這兩個問題 但我先要分析一下這個事情 那川普在後面的那個評論 說得非常好 他說這個是一個軟弱無能的將領 這個是講這個Mark Milley 這個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我待會講講他說了什麼 之後也講到兩個長寫假故事 被我拒訪的作教 就是剛剛講的Woodward 跟那個Coster 那你看得到 在這種情況下 為什麼會做這麼分析 因為這個Milley Mark Milley 他卻在10月30號 2020年10月30號 也是在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6天去發布一番講話 他說李將軍他打給誰 李將軍就是 中共中央軍委的參謀長李作成 那就跟他說 李將軍我認識了你5年了 我美國不會攻擊中國的 如果要發動攻擊 我會事先通知你 不會事出突然 第一句話說美國不會攻擊中國 第二個是說如果真的攻擊中國 我會事先通知你 不會事出突然 根據美國的那個叛國罪 裡面講到Aid or Comfort 如果你對你的敵人 或者說任何國家 你提供幫助或者一個慰藉 所以基本上是觸犯叛國罪 這Treason 這個地方是聯邦的犯罪來的 這第一個 而且你說認識了5年 所以就不攻擊你 這是什麼道理呢 一個國家如果你是強也好弱也好 你對別的國家 尤其是你的戰略競爭對手 甚至是那個敵人 你採取這樣的一個態度來跟人家講 一個不只是沒有策略的問題 根本是脈搏的問題 這個是絕對不能說的話 那如果這樣說的話 他的盟友會怎麼看 台灣會怎麼看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事情你會看得到 第二範話他在1月8號講的 他說他認為說 我們是100% 100%穩定 一切很好 只是民族有時候非常混亂 那也是把自己吐槽 那第一番話的時間點 是在大選前的 那你沒有任何理由 三軍統帥是川普的時候 你跟人家講這一番話 第二番話 後面還有同常的家影 說基本上他很怕 川普會發飆發瘋 所以他才會這樣講 那各位啊 如果說你在對手面前 去把講老闆的壞話 這個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他是一個美國最高的將領 我覺得這一番話是非常可怕 在台灣 以前有一個就是認識的前 就是之前有個國防部的副部長 也是國防大學的校長張哲平 因為涉及到共典案 黃埔軍校同學會 涉及到一個中共中央軍委 那個有一個廣州聯絡局的 洋裝商人那個周錫偉的事情 牽涉到比方說 沈國貞 陳孝華等等 用求婿 夫人外交的方式 來去給錢 共典案非常多 那97年 06年都有這樣的情況 甚至這一位張哲平 是前國防部的副部長 很有可能官拜國防部長 可能是進入到中央的中需 中需的情況 中蘇的情況 這個情況 怎麼可能會達到這個效果呢 而這些人沈國貞其中一個人 還當年跟許立農 吳思華 還有陳廷寵 2016年去北京 去聽中共的國歌 去接受習近平的借鑒 這是絕對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所以台灣有共典滲透的 非常重大的危機 這個只是其中一樁 還有很多樁在那個地方 還有那個去請夫人到香港 吃吃喝喝的也有 去買包包給他們也有 什麼都有 這種情況 在地協力者何其多在台灣 所以我們要慎防 那我是不是說這個Mark Milling 也是有這樣的痕跡呢 未必是如此 我沒有說污衊他 一定是一個 一定是一個說共諜的問題 但他肯定是一個賣國的人 一個左派的人 也是一個反對他 川普總統的人 去坐上了這個 最高將領的位置 難怪川普在9月14號說 難以置信 他是觸犯叛國罪 是毫無疑問的 那回到一個最基本的問題是 密里事後怎麼說 他否認很多事情 否認說過這樣的話 但卻說為的是國際秩序 不要出現歷史性的斷裂 不要跟中共發生意外的戰爭 也不要動用核武 所以才這樣做 各位每一個命令 都是要服從三軍統帥的命令 來去做的 最高統帥沒有獨立的 一票否決的權利 如果一票否決的權利 我們現在美國的 看到美國的是合議制 而不是說總統制 總統就是三軍統帥 他有那個外交的 非常大的權利 所謂的權力制衡 往往西於國會 有那個說 終止戰爭的一個可能性 但是你看到一個 三軍統帥 川普下面這一位 最高將領米利 他卻在那邊不斷吐槽 而且很多錄音都公開 他跟佩洛西之間的講話 非常可怕 因為佩洛西說 防止施工的總統 啟動核按鈕 因為他覺得說 1月6號 國衛三樁事件 發生之後 1月8號 就是有爆發這個米利 跟那個李作成的 另外一番對話 這個地方是等於 要管控戰爭嗎 不對 是說他基本上 把國家 美國的國家利益 端出來 來那個出賣了 我覺得這個地方很重要 而且我想要好奇 像日本當年 這個日本的 軍國主義的時候 去襲擊珍珠港 那如果今天 我的最高的參謀總長 會告訴你說 我不會主動打你 那你這樣不就代表說 我就是陷於被動 那所以 中共可就會先打我 或先打台灣 那美國就會陷入一個 總長說他要打 怎麼會通知我 他這樣怎麼辦呢 哪有這樣的一個軍隊 示弱 兩個字就講完 一個人 你就算強 你示弱 是導致戰爭的根源 我有兩個重要的分析 一個是整個作者去搞這個故事 做這個危險 這個書籍 還有引述這篇話 目的是要講什麼 還是那個定調 川普是一個瘋子 拜登上來撥亂反正 那就是不會清洗戰斷 是這個米利 在關鍵時刻 採取果斷的措施 防止戰爭的發生 是一個好將軍 就用這個方式來講 你看拜登也在保這個米利 他說米利不用被發採掉 繼續留著他 沒問題 哪有這樣的總統啊 如果今天你下面有個部署 用同樣的手法來對付你 今天拜登這個政權還能穩嗎 還有一個重點是 在整個一個過程當中 來吹噓去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做一個反戰這個訊息 其實最危險的 和平靠實力 不是靠乞討 不是靠握手 不是靠談判 這些都是技巧 重點是實力 如果你實力強 還是有實力的perception 觀感給人覺得說 你不好欺負 川普怎麼跟人家談的 川普跟人家談就很簡單 待會我們會講到 就是用威嚇 極大的阻嚇力的方式 來跟人家談 這個地方才是重點 這個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觀察是 我看到台灣自由時報 雖然這個報紙 是報導很多東西都很不錯 但這個報導是錯的 自由時報 9月15號有個報導說 題目怎麼寫 這個新聞 川普差點引爆中美開戰 傳兩國高階降臨 二度通話化解危機 哇不得了 你用這個標題來定 你怎麼可能說說服我說 你是真的懂得在說明什麼嗎 你開設個危險的線例 可能破壞美國長期來有文職官員 控制軍隊的原則 是米利啊 是洩漏美國軍事行動 機密信息帶來的危險 破壞總統跟外國談判的籌碼 干涉總司令可能下令核打擊的程序 而且美國國家安全跟領導世界能力 處於極大的危險當中 這個這一番話誰說的 Marco Rubio 參議院情報委員會的 這個No.1的那個 共和黨的參議員說 他說米利沒判斷力 也沒有魯莽的行為 也是以軍人來代替文貫的做法 所以我希望大家澄清誰是誰 不要相信這種標題的惡作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呢 請留言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呢 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呢 將持續為您製作更優質的節目